第十届国共论坛开幕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致实时提到 两岸关系是在九二共事上持续发展 未来要深化两岸交流 并且让全民共享两岸和平红利 朱立伦也表达了台湾加入亚投行的意愿 希望能够有所贡献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出席国共论坛 议题包含中小企业青年与基层聚焦三中一清 朱立伦也肯定2005年联合会打下的基础 大家希望和平的红利是属于更多的民众 和平的红利可以全民来分享 这是人民的心声 也是人民的权利 我们应该让两岸和平红利 让两岸交流的生活 让更普及更多的民众 大家能够来享用 大家能够来感受 直年下来两岸关系虽然发展稳定 但两岸红利为少数人持有 这样的印象重创国民党 朱立伦要扭转形象 就是参加走务实路线 我们两岸的交流 不但能够在九亚公司的基础之上持续的发展 希望我们能够让台湾在国际的活动 国际的空间能够有更积极的作为 台湾相对于大陆土地人口 或经济的规模越小 或者是比较小 但是我们知道 台湾产业在创新研发努力上面 在管理以及过去的经验上面 有非常多优势强项 可以在经济合作上面 在未来亚投行一带一路 RCEP里面提出具体的贡献 公开讲想加入亚投行很有企图心 目标很明确 还要透过论坛帮青年找机会 在国共论坛当中 朱立伦一再的提到亚投行 还有一带一路 在5月4号的出席会当中 也渴望触及到这样的经济议题 这次的国共论坛 朱立伦要透过比较务实的态度 不要像以往只是论于大拜拜的形式 以上是郁电TV记者 前子民萧炳怡 我们在上海的采访报道